政府计划推出先度计划 延续给居住在大湾区的合资格医管局病人 在港大深圳医院复诊 每次只需给100元人民币 疫情期间内地和香港未能通关 身在广东省的医管局病人 无法回香港复诊和配药 政府2020年11月开始 推出特别支援计划 委托港大深圳医院为复诊的病人诊诊 患有糖尿病的黄先生 当时用这个计划复诊了两次 他说有帮助 但约量与香港不同 有点疑慮 但他住在广州 去到深圳有一定的路程 认为多些内地医院参与计划 就可以更加方便 截至2月底 超过5万4千人次透过计划就诊 计划原定在下个月9日完结 当局说反应正面 建议戒满之后 紧接推出先度计划延续安排 医管局普通科或专科复诊 居住在广东省的合资隔香港市民 可以去到港大深圳医院复诊 每次缴付100元人民币 余额由政府按固定上限资助 一般每个病人每年有2000元人民币资助 当局星期三将会在立法会 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 证询议员意见 稍后再向财委会申请撥款 由立法会议员相信 计划能够分留在大湾区港人 在内地复诊 减轻医管局压力 认为当局下一步可以扩展计划 他又说对于药量差异 当局可以考虑设立支援异线 缓减市民的忧虑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谦